警察接到神秘举报赶到案发现场发现遍地尸体现场环境诡异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惊人秘密呢 今天我们为给大家讲一部奇幻惊悚电影《光灵》 在未来的地球上的智慧生命变得多样化 有人类精灵兽人等不同种族 人类和精灵统治着社会 而兽人等种族则在社会底层饱受煎熬 沃德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警察 这天上头给他安排了一个搭档尼克 尼克是一个从小梦想维护社会公正的兽人 同时也是第一个当上警察的兽人 因为种族原因沃德对这个搭档很是不满 在警局里尼克也被大家各种排挤 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这天一个兽人族杀手说尼克是叛徒要杀死他 危急关头沃德下意识帮他挡了一枪 尼克向杀手追了过去 但杀手早就不见踪影 高层认为是尼克因为同族的原因 放走了那个杀手 想要趁机赶走尼克 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沃德认为尼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并没有答应 另一边一个叫炼狱党的组织得到了一根可以实现任何冤枉的魔杖 他们想要用魔杖颠覆当前的统治 但是魔杖只有被他认可的光灵才能触碰 其他人碰到就会灰飞烟灭 一天沃德小组接到举报说 有人私下利用魔法杀人 这种和平的年代 魔法是被严格管制的 两人来到案发现场看到地上惨壮的尸体 还见到了传说中的光灵 让两人直接愣住了 这时一道身影一闪而过 两人立马追了上去 最后发现这是一个精灵小美保护着一根魔杖 沃德立马和领导报告情况 赶来的领导却想把这个魔杖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他要拉沃德入伙 逼迫沃德杀掉尼克 作为有正义感的警察 沃德最后选择了维护正义 这番动静吸引了附近黑帮的注意 警察和小美他们又遭到黑帮围堵 为了逃出重 为他们只好闯进受人的非法区域 但这又引来了炼狱党的追杀 好在黑帮和炼狱党发生冲突 几人才能趁乱逃跑 沃德立刻打电话球员 但是炼狱党切断了信号导致球员失败 几人才刚远离危机 转眼又被兽人给抓了 兽人老大认为尼克叛族 便将他枪杀势众 好在小美应用自己光灵的魔法将尼克复活 但小美也因为魔力透支濒临解体 只有他屋子里的温泉才能帮他回魔 众人回到小屋 哪知炼狱党早就在此埋伏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好在三人团结最终打败了炼狱党 沃德正要带小美泡温泉 突然炼狱党老大又复活过来偷袭 原来这家伙是小美的姐姐大美 他也是可以使用魔杖的光灵 随后尼克找到机会 击落了大美手里的魔杖 为了阻止大美捡回魔杖 沃德抢先将其夺了过来 虽然普通人触碰魔杖会爆炸 但沃德心想 大不了我爆炸和你一起死 结果奇迹发生了 魔杖以认可沃德是光灵 千军一发之际 得到了族人的认可 两人也因为帮政府回收魔杖 得到了嘉奖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沐蔚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沐蔚 咱们下期再见